地方中心,台中报道台中谭子一名屋主近日早上要出门,赫然发现一辆银色现代海带轿车横停在家门口,丢于该处为住家兼工厂,里面空地停留大货车需要进出,霸王车堵住路口,导致无法正常出入。 未料报案后,因对方并无违规,警方无法脱掉,让他气得投诉痛骂这是笨的问题,笨人都看得出来这是,这里是,这里是大,耶,这看也知道,笨人看也知道这里是大门。 屋主接受东森新闻访问,才踏出家门就气得不得了,因为打开,就看到一辆银色现代横荡在门口,里面的红色大货车根本出不去。 他把车停别人家门口消失三天,屋主崩溃。 图,东森新闻屋主越说越生气,他认为晚上不出入,车辆临停都没关系,但这一辆银色现代已经停了三天,该处是他的住家兼工厂,进出频繁,没想到报警了还是联络不上车主,气愤投诉媒体,这个是很笨的问题。 这里是大门口,你怎么有办法停住就走了,你停了就走太过分了吧,我也要出门赚钱啊,只能打算慢慢开,看能不能开出来。 屋主说,本来自己也是好心,让对方停隔夜就走,因为晚上自家也没有出入,只要早上开走就好,怎么知道霸王车一停就是。 三天,他一度想用堆高机把车子移开,担心车子因此受损,反而惹上麻烦,最后只好是注意高难度技术把大货车开出家门。 事实上,现代车并无明显违规事项,警方也无法请脱掉车,但如果挡在 口私有地上,可以算侵权,公有地则要看是否阻碍道路,若有就是违规。 宜兰县曾发生过一起案例,有一辆轿车停在别人家门口,屋主报警提告,法官喊 键判刑,认为车辆妨害他人通行自由,处居一二十天,可一颗罚金两万元。